AP6 字幕 spaces 윤ayuu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高斯定琳的話 他是告訴我們就是 我做一個封閉的 这个就是一个封闭的高湿面 这完全是一个封闭的高湿面 在这封闭的高湿面里面 所进来的fluss跟出去的fluss 当然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fluss 完全就是电场的部分 它就是E.DS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进来的fluss跟出去的fluss 它是等于 这个高湿面 所包围的里面所有的total charge 除以一凶零 那基本上面的话 对这个封闭的高湿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 假设它的电场 所以每一个上面的fluss 我们说在这里 DS的方向是朝外 然后这边也是朝外 这边的DS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就是 在这个位置 E.DS这个fluss是小于零的 而这边 E.DSfluss是大于零的 所以进去跟出来的fluss 它是等于里面所包含的total charge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地方 这不可以漏掉 这个就是代表你现在在算的是 对这个封闭的高湿面来讲 到底这个高湿面存不存在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面 我说不一定要有 它是一个虚拟的面 你在空间里面有一个封闭的面 那你就可以去做你的高湿定理的情况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也针对这个整个高湿定理 对point charge跟light charge已经都算过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 在之前我们用电场的观念 已经把一个infinity的无穷大 无穷宽广的面 它的变场把它算出来了 OK 那今天我们现在要用高湿定理 同样的来计算一下 这个无穷宽广的面 好 这个无穷宽广的面呢 那它在外面的电场是多少 OK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 你要算的东西 你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这个面上面 那这面上面呢是 我说带的是正的charge 这个是一个charge OK 那我又告诉你说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等于issure 也就是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的电荷 是issure OK 是sigma 不是issure 是sigma 好 那你现在 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你是一个无穷宽广的面 所以呢 对于你的原点取在哪一点的直角坐标系统的话 对你处理问题是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的 所以它是适合用高湿定理来做 假设你今天处理的是semi infinity 就是一半而已 一半的这个面是会扩大到无穷远 假设只有一半而已 那就不行了 因为为什么 这边是没有的 那它的电场不会是对称的 OK 好 所以你现在处理的是semi八方都会无穷扩张的 infinity的plan来讲的话 那我说我要用高湿定理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要做一个高湿面 那这个高湿面呢 很理想的方式 我说 OK 我在之前学过了这个 这个线light charge的部分 它是做一个圆柱体 那我也在这里做一个圆柱体 OK 那这个圆柱怎么做呢 这个圆柱呢 期待的是我上下对称 换句话说 我如果从侧面来看 这是这个面 那我这个圆柱体 做的部分的话呢 是上面下面是对称的 还是没画的很对称 换句话讲 这两个距离这个plan 是一样的高度的部分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很简单的就是 我希望这一点跟这一点是什么 因为它都是距离 这个平面是什么 等距离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知道说 如果这里的电厂是怎样 这边的电厂应该是什么 同样类型的 但是如果我做的高湿面不是这样子 那我是这样子做的话 那我就不能保证 这一点的电厂 跟这一点电厂是什么 一样 OK 所以这个就是 你当在取高湿面的时候 你要有的技巧 好 换句话说 你要告诉人家 你的高新surface 是怎么取的 在这里我就不再写了 就是你要告诉人家 你的高新surface 是怎么取的 你不告诉人家 你的高新surface 怎么取的话 那你后面的做法的话 就是会 不一定是每个正确的 好 那你已经知道 你这样子取的话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对你这样子取的高新surface 上面 DS1 然后底下 DS2 也就是这是DS2 的方向 这是DS1的方向 然后 这个侧面 这个圆柱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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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方向都是什么 所有的方向都是什么 镜向 这个 这个 对称轴 镜向朝外 也就是我们的 ZO的方向 DS3 好 那我们说 DS1 是等于DS1的Z component DS2呢 是等于负的DS2的Z component 然后DS3 是等于DS3的Row component 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高斯 地理 把它拿过来用 我说 你现在这个封闭的面 基本上面 我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来做它 第二个部分 E dot DS2 再加上第三个部分 E dot DS3 Dot不要忘掉了 这个Dot不要忘掉了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接着你就要来判断一下了 判断说 到底这一下 计算出来是什么样子 那从这里面你看到的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 E dot DS1 不管你的电场 E 原来 E可能是 E row Row component 加E phi Phi component 加Ez Z component 但是你现在你的电场 跟DS1 Dot以后 基本上 E dot DS1的部分 你只剩下 Z component 没有问题 E dot E dot DS2 就负的 Ez的 DS2 E dot DS3 基本上面是等一 因为它是Z component 所以只剩下Z component 这是你 从照这里为止 全部通通是数学的结果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说 好 你现在分成三项 E dot DS2的部分 DS的部分就变成 第一个 Ez DS1 加 Ez DS2 就负值 再加上 E row DS3 那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电场 我如果用延柱坐标系统 它有Row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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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z component 接着我们就要看一些事实 就是说 我现在做的是这个圆柱 好 那这个圆柱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infinity的prine在这里 那你现在你看看 我说 Z component Z component 是不是这一个方向的电场 对不对 那 Z component 是这个方向的电场 然后Y component 是这个方向的电场 就是切 切这个圆柱的 那个拌鱼 的 那个 那个 会 有 的 那个 那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这是电厂 你可以把它分为这样子 三个分量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分量的部分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看到了 在你这个圆柱面上 如果有φ コンポ 这是一个infinite 的平面 是哪一个方向的φ呢 这个方向是φ 所以 对这个是一个infinite 的平面 对这一点来讲 我说好 我有φ 方向的电厂 这是φ 是这个方向 但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 好 如果你有φ 方向的电厂 到这边是不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圆柱是什么 在任何的位置通通是什么 通通是地位相同的equivalent 所以当你有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说在这里是这里 但是我圆柱移开来的时候 同样的刚刚背面的这一点 是不是在这里了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什么 不可能有φ 方向的电厂 这样了解吗 同样的这一点 这个点 在这个圆柱来讲 它是这个方向 φ 但是我把这个圆柱往这边移 那φ 是不是这个方向 刚刚对JR来讲 你说它是有这个方向的电厂 但是跑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又说它是这个方向 所以对这个Symmetry的平面来讲的话 它根本不可能有φ 方向的电厂 这样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它不是Infinity 它是有一半切掉 那你就没有这个性质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空间的个点 你所做的高湿面 虽然通通是一样的形状 但是在这个边边的地方 跟在这里已经什么地位不同了 所以它的对称性就被破坏了 所以白方向 maybe就有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我虽然这是我的数学告诉我的 但是实际上我非常清楚的是 Eφ 是等于0 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来看R方向 在这一点上面R方向是不是近向朝外 对不对 同样的到这一点也是近向朝外 但是我同样的把这一点 沿住方移到这里的时候 近向朝外是这个方向啊 OK 所以你会发现说 R方向的电厂是什么 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它也是对称性 这两个都是因为对称性的关系 换句话说 你在这里 你已经很放心的知道 这一个东西是等于什么 等于0的 OK 好 那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 你现在看到了 这是两个 我把它标一下 这是E2 就免得 你们把它误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说 Easy1跟Easy2的差别 你现在这是一个Plan啊 对不对 那Easy是这个方向 在这个平面上面 Easy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这个再怎么移 还是Easy 但是 反过来 我为什么会说做对称的 好 我是这个电厂 大小应该跟这边的电厂 一模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都是距离这个平面什么 一样的距离 没有差别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你如果在上面的电厂 是Z Component的时候 在下面的电厂 应该是什么 负Z Component OK 所以 在这里告诉我的 是Easy1 一定要等于 负的Easy2 因为它们是 大小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 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再把上面这个整个的积分 把它积起来的话 就等于是Easy1 乘上 这已经是Easy1 这每一点都是一样的 而且Easy1 是等于Constant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等于Easy1 乘上这个面积 它是定值 你把它移到积分外面来 Easy2 Ds2 所以 这个是负值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Easy1 好 把它移到外面来 所以我们变成两倍的Easy1 乘上你的面积A OK 那这等于多少呢 这等于里面包围的 这个Charge 那Total包围的Charge 是等于多少 我说 Q的Total Q的Total 是等于多少呢 Q的Total 就是等于 因为我们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4 然后乘上A 就是你的Total charge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等于 两倍的Easy1 乘上A 就等于 1.50分之4 A 那Easy1 就等于 2.190分之4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我们可以很大方的写出 我们的电场 就是等于 2.190分之4 C的G方向 再G大一点 这个上半平面上面 在下半平面是 2.190分之4 C Z Z 小E 这是我们的电场 好 所以 现在你看到 这个结果 跟你之前 所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样的 那从后面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 这个电场 是不随 Z 的位置而改变它的大小 所以 即使我们今天 我们再来 我们说 这是我们的 Charge Plan 我说我做的高斯面 是这样子 跟对称的 它是什么 它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从结果去反推回来的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平面的情况 那如果是两个平面的情况呢 好 好 好 如果是兩個平面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要處理的問題 是兩個帶相反恰恰的 關於這個問題有非常多種的一個解法 每一個解法其實它所對應的都有一個物理的概念 首先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在這裡一個infinity的pline 這是無從延伸的一個平面的話 那單一平面來講 就是正charge 在它外面的電場 那我們看到 1正 它是等於2190分子sigma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 我把這個定層 z軸 ok 那對z 那對z 就是z component 那方向的部分 一樣的是1正 但是2190分子sigma 它是負自己方向 就是正 那另外一個板 負的charge這個板 這是在空間裡面的 那負的charge這個板 那現在你看到的是 對它來講的話 電場sigma是負的 所以基本上面它的電場 1負是等於2190分子sigma 負的sigma z 就是正sigma 就是負4sigma 然後這邊呢 一樣的是2190分子sigma 然後負的z 所以負負的正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空間裡面 在這個領域 我看到的是 在這個區間裡面 這個平行板 正的sigma 所對應給的 它是 2190分子sigmaz 就是1正 然後負sigma 給它的方向是相反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一加總起來 1正 加1負 它是等於0 那在這個空間呢 1正 加1負 就等於sigma 1小0分子sigmaz 同樣的 在這個region裡面 正的板 正的板 它的x 這個電場是這樣 負的板呢 它的電場是 2190分子sigmaz 就是1負 所以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你把它加總起來 1小0分子sigmaz 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total的結果就是 我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均勻的電場 這個均勻的電場 是一個大小 1小0分子sigmaz 1負的電場 OK 在這個兩個平行板中間 這也是我們平常要產生一個 均勻電場最方便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兩個平行板 然後 面電荷是大小相等 然後 這個電信是相反的 兩個面電荷 那不管它的距離是多少 因為這裡面產生的場 是一個uniform的場 所以 不管這個平行板是多長 距離多遠 那它都是均勻的 那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說這兩個平行板 都是一個什麼 infinity的plan 那實際上 實際上的情況 我們不可能在實驗室上面 做一個infinity的plan 所以實際上這個真實的情況呢 我們說 這是一個正charge的板 這是一個負charge的板 它的電場幾乎是uniform的 但是在這個邊端的地方 它就會有一點點變化了 這個叫邊端效應 在這邊邊的地方 它的電場已經有一點點歪掉了 這個就是邊端效應 那我們平常我們希望這個板是很大很長 你在做實驗的範圍 是在這個範圍 讓它這是一個均勻場的情況 我們都去分忽略到這個邊端效應的一個情況 這是我們在講的實用上的情況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分析方式 你也可以去用高斯定理來分析 你所做的這個整個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們在分析你整個這個高斯定理的這個 現象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OK 我說我們看到的 這是一個 兩個導體 那基本上面的話呢 有一件事是 我可以在這個導體的內部到外部 做一個高斯面 那這個高斯面 我現在都是用側面的部分 一個圓柱形 就像在這裡的一樣 OK 那這個高斯面的話呢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高斯面 那你現在你看到了 對這個高斯面而言 我們說我們先把它做第一種高斯面 看到E.BS 那實際上它是什麼 它還是一樣的 有上端這樣的一個高斯面 那你基本上面 你是可以把它分成三個component來計算 這是一個 兩個 三個component來計算 那依照我們剛剛 這是一個Infinity 這個平面來計算 在這裡的電廠一樣 本來你可以分成三個分電廠 依照我們剛剛的分析 這兩個component的電廠 全部是什麼 0了 這是因為Cimmetry的關係 所以E0是等於E5是等於0 然後另外一個 在這邊 這三個E.DS裡面的話呢 一個部分 我把它寫出來好了 所以這是Ez Ds1 這是Z 方向 然後第二個 Ez Ds2 就是Fu的 加E0 Ds3 這一項已經是等於0了 我們知道 好 第二個部分呢 跟這邊唯一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 這裡面 我把E2的部分 我把它做到這個導體內部 那導體內部呢 的電廠是等於多少 0 導體內部的電廠能多少 0 為什麼 那為什麼沒電廠啊 有電廠的話 電荷會不會穩定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電荷會重新分佈嘛 對不對 一直分佈到什麼 什麼時候才電荷會穩定 就是沒電廠的時候 它才會穩定嘛 有電廠它就不穩定啊 所以電廠 在裡面的電廠是什麼 Ez2的電廠是等於0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一項也等於0 這一項也等於0 只剩下這一項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的高斯定理的左勢 實際上是等於Ez Ez呢 Ds1 Ez又等於Constant 因為在這個位置上面的各點的電廠是一樣的 所以Ez 你把它提到外面來 然後Ds1 所以這是Ez Ez 換句話說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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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固定是 0 到 d 中間 z 大於 0 小於 d 這個中間它是等於 1 少於 0 分之 sigma 同樣的情況 你看外面的情況 變長是等於多少 那也可以有不同的情況 你做不同形式的高式面 去計算 z 小於 0 和 z 我應該這樣子寫 z 大於 d 那你要把它計算出來 那留給你們去算 那做不同的高式面 你就可以得到了 好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講的都是導體 剛剛也講的是導體 那現在你看到 上一堂課我們講 在導體內部的電廠是等於 0 而且電荷是分佈在導體的表面 那現在我們就針對這個 issue 來看看它到底是多大的 這個 charge 分佈的 conduct 我說這個場 好 我們說 在導體的外面 那隨便一個導體 那一層表皮 那我們說 你現在這裡面是一個導體 這是一個導體 那我已經知道說 如果它有 charge 那我知道 這整個 charge 就是分佈在這個導體的表面 好 那我們現在要計算的是 在這個導體表面外面 它的電廠到底是多少 那首先呢 我們看到 那部分 它的電廠是等於0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OK 那電廠是等於0的情況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說 好 我做一個高式面 那高式面呢 一樣的跟剛剛我們的做法 是一模一樣 由於我現在是一個 有 charge 的高 那我現在做的高式面呢 就在這個 那嚴肅體呢 在貫穿這個 這個 conduct 的這個表面 好 那在這裡 這是 OK 好 當然 因為我要算的是just outside 所以這個D 這個高度呢 H呢 盡量的讓它趨近0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了 就是說 對這樣子的一個charge distribution 來講的話 首先 你看到了 你的導體的內部 charge 是等於 這個電廠是等於0 所以我的高新surface 這是高新surface 所對應 高式定理所示的話 一樣的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這是第一個部分 鏡像槽外 這個呢 是負N 然後 第三個呢 是切線方向 好 全部都是切線 所以我們說 第一個是E1 Dot D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側面是第三 好 Ds1 加上 E2 Ds2 加上 E3 Ds3 那Ds1呢 你已經知道 它是Ds1 鏡像槽外 Ds2 它是等 Ds2 負N 那Ds3 是Ds3的 這個側方向 好 那所以 我已經知道裡面是 D等於0 所以我知道E2 Ds2 這是等於0 這是因為E2等於0 換句話說 這裡其實就是E2 換句話說 OK 那 你剩下的只是兩項而已了 所以項已經等於0了 這項已經等於0了 那 換句話說 側面的部分 這個H又取得很小很小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 我們的 這個電廠 E3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面 它是側面的部分 但是你已經取到接近0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基本上 這一個部分 E3 Ds3的部分呢 幾乎就是等於0 OK 那也是趨近於0 不管你怎麼樣的方向的部分 那 我們剩下來的就只有這項 1萬 這個就等於1萬 N 比S1 那因為你取的那個高斯面並不是很大 所以 你可以把1萬N 他提到積分號外面 他因為他是定值 那換句話講 他1萬N Bs1 這就等於1萬N 乘上A 那從這裡面你很清楚的已經看到了 我說高斯定理告訴我 E3 1 1 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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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裡面 高斯面所包含的 的 Charge 換句話就是等於1.0分之1的Sigma 在這個 小的 範圍裡面的 Charge 這是Local的Charge density 隨著你的Charge density 改變的時候 你的電廠也在改變 也就是說 講 我們這是一個 這個 Conduct 那 在這邊你會發現Charge比較多 這邊Charge比較少 所以 這邊的Local的Charge density 它是比較大的 這個就是比較小 那 你在這裡的Charge 所對應的電廠 就會比它來的大 OK 這是電廠 E1 這E1N 這E1N OK 這樣了解嗎 我不要寫1好了 免得你們跟這邊 這個搞混掉 所以 這是一個Local的Charge 所以你現在你的高斯面 其實是做了小小的一點 你的電廠就隨著你這附近的Charge density 而改變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是 最重要的一點是 所有在這裡的電廠 只有Normal方向 完全是Normal方向的 因為只有1萬N存在 所以你的電廠E 是垂直 你的這個Surface的部分 這是我們對一個Conduct 你所有的了解之一